我非常喜欢普林这个学校 是因为它的占地面积很大 这里老师很善良 不像国内的老师那样容易生气 这里的同学也很有爱心 喜欢互相帮助 然后我学会了要互相合作 不要紧张要多发言 我在这里学习了很多英语单词 也教了很多各国的小朋友 我刚来IEP的时候 我的这个英语非常差 然后呢 然后呢过了几个月 我的英语就有了一个大大的提升 然后呢在这个威达考试就考了4.2 我进步的很快 然后呢到了现在 就已经过了大概将近一年了 我这个英语已经非常好了 有进入学校资格了 现在我就能进入学校了 我很开心 我在IEP里面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我还得到了很多的一些经验 就像这些 我以前表现不怎么好 然后呢现在我表现非常好了 我很喜欢IEP 当我来这个学校的时候 我觉得就像那种 我很那个不自信 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在那时候我英语很差 然后我就不敢 我第一次来考试的时候 我就因为太害羞 然后就哭了 然后但是后来我一进这学校 我发现有很多学生 我教了很多朋友 然后那些学生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们一起学习 但是有时候也会付出什么困难 但是我们还可以齐心协力的解决的 然后最后在考试的时候 我发现什么事都没有了 然后我就做的 一直在做那些伟达考试 然后做完了 我发现我的分数不错 然后我就很高兴 然后在那天 那个入学考试的时候 我就跟我其中一个最好的朋友一起去 然后我们牵着手一起去那边 然后我们很喜欢这些考试 我还以为有很难的 但是在我在这个学校学习完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简单 在普林学习的这一年里 我收获了很多 普林它是一个IB国际文凭学校 这边的环境也非常好 因为是泰国嘛 数目也非常多 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动物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有机农场 我们IEP的同学们 可以去那边学习到很多关于 不同的植物 不同的动物的知识 然后我们这边的老师 也对我们非常关心 我们还有网球场 足球场 篮球场 还有高尔夫球场 我们在这边可以学到 不同的体育设施 然后还有不同的体育运动 我非常喜欢普林 谢谢 大家好 我叫Clarissa 我是七年级的 我在今年一月份进入了IEP 在IEP里老师教了我很多的东西 最近几周 老师在教我们写一篇小论文 这个小论文呢 老师让我们用一个汉堡 去分别去做一个论文的计划 然后在这个IEP里呢 我还学会了怎么去做一个 一个PPT的一个展示 然后当时老师 我们做完以后 老师会让我们把这个展示呢 展示给大家 让我们去学习 怎么去展示 然后怎么去介绍自己的一个作品 然后这个就是我学到的 在IEP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这里也说的比较多 就不一一说明了 大家好 我是之前在IEP的学生Sophia 我现在在读七年级 就在两个学期之前 我顺利地通过了维达考试 进入了正式班 在正式班的学习中 我也发现有一小部分的内容 之前是在IEP有学过的 像现在数学的 正副数加减乘除和分数 还有英语课上的自然灾害 之前在IEP 老师也都是有讲过的 在IEP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除了提升英语之外 我还交到了许多的朋友 体验了许多有趣的课程 还有课外活动 老师们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也特别有责任心 有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游戏 来进行学习 感谢IEP对我的帮助 让我在以后的学习之路上 变得更加轻松 这有养地的话 在外面然后 在外面